古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提及它 人们都会想到高耸的金字塔 神秘的法老 以及不朽的穆奈伊 古埃及为人类留下了数不胜数的遗产 但它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为世人所知 因为没人可以看懂它们的文字 而这一切却因为一块石头而改变 它就是罗塞塔石碑 当年 拿破仑远着埃及时 无意间挖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 这块石碑上密密麻麻地雕刻着很多奇怪的符号 似乎是某种文字 法国的军官认为此时非比寻常 于是便把石碑运到了拿破仑社里的埃及研究所 但还没等研究出什么成果 法国便在不久后被英国打败 而这块石碑也被迁移到了大英博物馆 罗塞塔石碑上 神秘的文字让无数人沉迷于此 在经过初步研究后 人们发现 石碑上分别刻着三种文字 古埃及象形文 古埃及通俗体 以及古希腊文字 其中古埃及象形文字又被称为圣书体 它来源于希腊语神圣的雕刻 一般刻写在神庙等具有经验意义的建筑物上 而古希腊文字是当时已知的一种语言 另外两种则是失传已久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于是研究学者们先把古希腊文翻译了出来 而翻译的结果让无数人为之振奋 因为石碑上的古希腊文说 祭司们先把此消息通告给所有人 于是他们决议用三种文字刻写出来 而这句话告诉人们 石碑上的三种语言其实记载了同一件事情 人们只要把未知的古埃及文对照着古希腊文翻译 就可以破译出古埃及文 竟然知晓关于这个古老国度的一切 消息已经传出便招来了无数学者 1802年 法国科学家德萨西率先有了进展 因为专有名词比起常用词汇更具有代表性 他便从备文中的专有名词入手 找到了通俗题文字中 代表托勒密和亚历山大的近似词组 然而他接下来的研究却遇到了困难 于是他把这一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徒弟 阿克·布拉德 布拉德是一位瑞典外交官 对于古埃及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按照老师的思路 找出了埃及通俗题文字中的大部分专有名词 并初步确定了16个通俗题文字的读音 而他的研究也在这之后毫无进展 在布拉德之后 设计了双凤实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托马斯扬 也加入到了破译十倍的行列中来 托马斯扬在布拉德研究的基础之上 发现了部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确读音 并明确指出埃及文字含有表音成分 因为他通过十倍上 用圣数题书写的椭圆字框的亡名圈推算出 有些圣数题并没有具体的含义 而只是一种发音 就像托勒密这个词 圣数题写成这样 把这个词转换为现在的英文字母 则是这样 有趣的是 虽然托勒密这个词是从左往右写的 但它同样也可以从右往左写 因为圣数题的书写顺序并不固定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而人们判断这些词语顺序的依据 就在于这些字符里动物头部的朝向 如果朝左 顺序就是从左往右 如果朝右则正好相反 而这就是圣数题的一个典型特征 虽然破译埃及文字的工作 在托马斯洋志里前进了一大步 但他身为物理学家 本身并没有足够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做支撑 这导致 他后来的研究迟时得不到进展 著名的很多埃及文字读音也都是错的 而就在破译工作陷入困难时 法国的科学家 让冯朗索瓦·商伯良站了出来 他先是找出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许多专有词汇 并把这些词汇变换成了拉丁字母 再从希腊文拼音对比 他凭借自己出色的语言天赋和知识储备 发现这种古埃及象形文字缺少原因字母 而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这类文字中 原因其实是经常脱落不血的 于是他猜测 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是同样的情况 接下来 尚伯良又把古埃及通俗题 和象形文字圣数题进行了比较 他把里面相似的符号全部分门别类 变成了对照表 并在1821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向人们展示了这两种文字之间如何转换 石碑的破语工作 在这个法国人手里获得了巨大突破 不过研究至此 尚伯良还需要其他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成果 于是 他前后分别研究了 用埃及通俗题书写的卡萨蒂植草 飞来神庙的一块 用古希腊文和象形文字对照雕刻而成的方间碑 以及两份神庙潜伏雕 在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后 尚伯良发现 原来之前的学者破语不出来 是因为他们大多走进了一个误区 那就是 古埃及文字并不是一个纯表音的文字 它有些文字是只表示含义的 当然它也不是一个纯表意文字 而是一种同时具有表意和表音的文字体系 比如 古埃及文字是这样来描述猫这个词的 前面三个部分是它的读音 最后一个部分表示它的含义 研究进展到这一步 虽然还有大部分碑文未被破解 但明白了体系之后 全部解决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时间来到了1822年的9月29日 尚伯良为时多年的破语工作终于结束 他在巴黎科学院 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从此 一门新兴学科 埃及学问世 而尚伯良也成为了埃及学之父 从此 他的名字在法国家喻户晓 甚至在1826年被任命为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古埃及文物收藏馆馆长 不过对于尚伯良来说 破语罗塞塔石碑 这是他人生中的阶段性目标 他想要去埃及进行实地考察 而这一愿望 果真在两年后 也就是1828年实现 尚伯良和考察队 一起踏上了埃及这片土地 他仔细地研究每一块石碑 每件文物 不愿意放过任何细节 这次考察让他收获了 大量的古埃及资料 但同时 这些工作也在不断地 项目他的生命 旅行之后没有多久 尚伯良便倒下了 长年辛苦的工作 透支了他太多的精力 在1832年 尚伯良年仅42岁 便于世上次 虽然他的生命非常短暂 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 而正是以为 这些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我们才能在今天 读到许多精彩的 古埃及历史故事 见证许多 直到今日都无法解释的 世界奇怪 其实 说起埃及的语言体系 某些方面 甚至和我们的汉语很像下 因为它们都不是 简单的表英文字 或者表义文字 就像我们平时用到的形声字 比如说慢 右边的慢是生旁 左边的树心旁是形旁 合在一起 便构成了我们意识中的慢字 这种语言体系不同于英语 英语是一种纯字母的表英文字 就像slow 虽然也表示慢 但我们通过这个单词 无法得到任何形象性的提示 其实 或许是因为西方学者 大多都是纯表英文字的使用者 所以他们的惯性思维 让他们很难想到 这种又表义又表英的文字形式 或许 这也是罗塞塔石碑 这么难破解的原因之一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游戏王 其中死者苏生这张牌 常常是决胜的关键 如果你仔细看过这张卡的图案 会发现它的形状 既像女性的子宫 又像芦苇 或者布边的结 而这个符号 其实就是来源于 埃及的象形文字 安卡 它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 同时也是一种符音 这种符音代表着生命和花术 而它 也经常被制作成像陶瓷 镜盒等物品 到了当代 它更多的被解读为生命 而活跃在各种艺术作品当中 好了 又到了回答问题的时间了 本人是一位寄宿学生 发现了自己有一个问题 在学校的时候 特别节省 每天都会限制自己只能花多少钱 多花了会有些难过 然后在省钱的过程中 是会有些累 但是时间久了 就会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如果是按自己的计划完成任务 我就会很开心 这是一个好习惯 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这吃不饱 于是我就想把它延续到校外的生活里 然后问题就来了 一回到家 我就成了一个快乐肥宅 成天吃吃喝喝 完全控制不住我自己 想干嘛会直接做 而不是像在学校里一样 考虑了在做 然而 在家的习惯并不影响校校内生活 我想问 然后最后一段补一个 可能很多人都有的问题 在学校的时候 写作业写得跟疯狗似的 回家了完全没有动力 很容易拖到最后期限再写 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类似 就负责最后了 其实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当人们进入非常高而粗目的教堂 会不由自主地放低音量放满脚步 所以你提到的 在学校写作业如疯狗 回家完全没有动力 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 此外 环境之间的差距 并不只在设备或者建筑之上 环境里的人也是非常重要 在学校里除了有老师之外 还有一些学习的同学 而这样也可能成为督促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说 这并不能算是一种毛病 应该是一种很多人都有的心理特性 如果你想要在其他的环境中 也许得和学校一样的结果 就需要进行刻意的训练 比如刻意尝试把这些节俭 和喜爱写作业的习惯 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不过 这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强化呢 沐渝 我是一名大学英籍毕业生 今年马上要参加考研了 在考研一年的复习时光里 你的影评是我最大的精神动力了吧 每天晚上回宿舍都要眼巴巴的 等着你的更新 累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力量 考研一路走来 都是一个人默默付出 真的很希望在最后难熬的日子里 听到你的祝福 期待你能在12月份 帮全国300万考研学生加油打气呢 很希望下期有我的评论 这样我一定会考上南航的吧 愿你们过去的一切努力 都有良好的成果 也愿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能够发挥出最佳的状态 愿你们成功 考研 加油 我想买个实体娃娃 然后一个人过完下半辈子 不想结婚 不想和妹子生孩子 你忽略了重要的一点 实体娃娃是有耐久度的 它很难陪伴你过完下半生 又到了下周预告的时间 DCEU的神奇女侠 和仙境喜爱专四 当然会继续连载 也会有其他的节目 至于是什么呢 就留点悬念给大家吧 好了 今天的沐浴说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微信公众号 沐浴水星 并在里面留言 公众号里面 常常会有其他地方 意外消失的视频出没 也会有专属语音之类的 想象报道的惊喜哦 你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这些私信和留言被看过后 说明下期就会说呢 我叫沐浴水星 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 每周日更新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还能找姿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